接下来要带你来关心淡水被害案的重点新闻 选战倒数15天 今天上午前总统马英九特别来到淡水老街 为目前新北市第一选区候选人 也是国民党唯一征召的青年代表陈伟杰进行复选 前总统马英九勉励陈伟杰要勇往直前 替国民党守住淡水关键的席次 随后马前总统与陈伟杰也步行 前往清水街的传统市场扫街拜票 向民众肯托支持 选战倒数剩下15天 今天上午前总统马英九特别来到淡水老街 为目前新北市第一选区候选人 也是国民党唯一征召的青年代表陈伟杰进行复选活动 而前总统马英九勉励陈伟杰勇往直前 替国民党守住淡水关键席次 而随后马英九就与陈伟杰步行前往清水街传统市场扫街拜票 向民众肯托支持 我看几 看左几 几左坛 这样好不好 好 好 我们今天要来提案的挑战你 陈伟杰来快来握一下 陈伟杰 沿着淡水老街在走到菜市场前总统马英九与现任市议员蔡叶伟 还有陪同准备接棒的市议员候选人陈伟杰向沿路的店家一一败票 不少民众看到马英九前总统到淡水热情的向前要求合照 相当热情 而陈伟杰也说能够有马前总统的加持对自己的选情会更加的有信心 我想选战倒数15天了 那马总统他也非常重视年轻人 那所以他这一次也在我的邀请之下 特别来到淡水地区来帮我加油打气 我想淡水这个地区目前的选战也非常的关键 那伟杰必须要守住国民党关键的第二席 所以我想马英九总统也是因为这样的关系 他特别来这边帮我加油打气 也希望国民党在10月24号的选举能够大获全胜 市议员候选人陈伟杰表示 这一次相当感谢马前总统在百忙之中 还特别来到淡水的传统市场与民众近距离的问号 并且两个人的手势都维持7号 就是要大家来支持陈伟杰 而马英九所到之处都有热情民众出来回应 也看得出来选举越来越接近 许多重量级人士都精锐进出 就是要拿下市议员的席次 记者许端一带去采放报导